网友说你们公司都是变态是真的吗 咱不看了 这明显是无众生有 少总你JK洗好了放哪 肯定是花钱来啊 哦好的 新员工就喜欢问问题 刚刚看了你们公司好像只有一个员工对吧 看不起谁了 我们可是跨国公司 International 你懂吗 几百万人上下班了 不信你去问都下保安 对 好几千人上下班哪都数不过来 你不是刚刚那个员工吗 怎么来当保安了 双胞胎 只能这么解释 对 每天几十万员工上厕所 都几十次 有时候实在忙不过来 孝总还亲自来通 孝总是良民啊 作为公司领导 就得下机车 敢拿敢通嘛 孝总是帅哥 有八块腹肌 从不便秘 看来咱们公司的人员都挺齐全的 但好像没有看到咱们公司的前台呀 有的 等我一下 这个不是这位 前台 这是这位 你咋 我是公司前台 小小子 诶 我印象中前台都是要穿裙子的 对吧 哦 你对暴力事件怎么看 我不敢看 暴力 一个巴掌拍不下 这样的行为 让我感到愤怒 这吃着火锅唱着歌 啪 就是一个大逼的 现在想想 都有点后把 你身上有钱吗 你随便应付两句不就完了吗 不够圆滑 我们每个人都该为受害者发生 你被骂两句身上掉坏肉啊 非得硬钢 我一定会挺身而出这次暴力行为 你的话从之前吗 这不行 这是我吃饭的家伙 我要 你看看谁惯着你 对暴力 林荣人 你还手不就是糊涂了吗 一定要对暴力行为口诛笔伐 那你说说 为什么不惹别人 偏偏惹你啊 你自己就没有百分之一的问题吗 正义必将制裁邪恶 不能抱有侥幸心理 哥 哥 我叫下楼买瓶水 没带钱 要不你选别人吧 别打了 别打了 坚决反对一切暴力行为 都给你 哥 别打了 求你了 得行动起来 不能给黑暗一丝一毫的生长机会 每多一个人挺身而住 就少一个受害者 看我干嘛 都给玩了 什么 他们过分了 你再这样我报警了 别弄吃这个什么 对对 就是他的抢我话筒 杀 你们两个也是受害者 哎 对 那为什么限制了啊 啊 这 这 抓到了吗 那个 我东西能要回来吗 有粉丝问想进你们公司需要病理还是检验 可什么我叫 我们可是家正规的精神病院 怎么会要检验呢 哎 大夫说我有精神病 我问怎么治疗 然后就直接被拿来公司上班了 上了半年 现在感觉好多了 哈哈 你愿意化成美少女战士拯救世界吗 呃 下次一定 嗯 我要再跟愿意消灭你 就感觉自己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 你们公司这么变态 平时赚的多吗 我就这么说 看见楼下那年代 360度全景天窗的解能电脱车了吗 全块买 我从来没见过钱 我对钱没有兴趣 那你们公司这么穷 发得起公司吗 什么叫穷 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你以为我只有这一个产业吗 这个水瓶和瓶盖可以分开卖 石板绝对不能沾水 不然别人不收 看见那几个垃圾桶了吗 都是我找的 我们相信他 这么多产业链啊 全国买车 有几个老板可以做到 全面发展嘛 公司发展情况怎么样 哎呀 孝主说最近行情不好 大家都在喝热水 所以瓶子少 等到工资涨够了 就会发给我们了 不说了 我要去做尖职了 哎 你做什么尖职呀 九八七分主啊 平时卖完后 是准备给员工发工资了吗 开什么玩笑了 我辛苦一天赚的钱 但是去 上 玩嘛哥 去 你们公司员工的英语水平怎么样 OK 雅师刚过 只能简单来两句 点头yes 摇头no 来是抗摸 去是够 见面问候 说哈喽 哈喽哈喽 哈哈喽 可以说几句英语 介绍一下公司吗 How are you I'm a fan Thank you 我们家伙一般都是 雅面碟的 同事见面就捧猪 但效忠要是 至少犯了 我们就 问了 方便问一下 你们公司除了学英语以外 还有别的什么爱好吗 艾坤 唱跳 wop 篮球 逗逗鞋 背带裤 我是艾坤 你记住 能分享一些平时 学英语的技巧吗 这里就问到people了 我怎么OK的英格力气水平 吹开一套斯大街方法 请进来 捷克 肉松 油酱 奶酱 露酱 老死 你们公司英语这么好 未来是准备走向国际化吗 小的 格局小的 一体你知道吗 阿凡达你了解过吗 全是我们的目标客户 你看 奥特之夫又给我来电话了 喂 奥总 什么项目 嗨 那该你们奇葩星云 分布这个事儿 还得再缓缓 那时候那边不给我们修火箭 怎么办嘛 屁 他就是装逼 奥特之夫怎么可能给他打电话 明明就是加面骑士打的 就他那个样 他能接触到光之国高层 他就吹吧 唉不说了 晚上我约了 拿路透和萨斯盖打斗地坞 先走了 你们的企业文化是什么 团结 两个筷子掰不断 这不是断了吗 呜 夫妻 他们没断 只是弯了而已 没有误化 我们文凭都不高 但我们是指南 好 我没有怀疑你们是不是指南 我知道 但我们真的是指南 听说你这员工做的方案都很苛刻 是真的吗 不可能 我尊重员工没一份创意 员工做的方案 我都直接订出稿的 妈PPT改了几十遍 最后跟我说要出稿 啥 还有一次 他竟然跟我说要把一个圆转90度 是 当时他非说把这个圆转90度 他当我傻吗 那圆有没有转90度 你们看不出来啊 有型工说你们经常在用休息时间开会是吗 肯定不是呀 诶 到底有了 我们先开个会 诶 赵姐 都下班了 去哪儿 过来开个会 有一次我正在厕所拉肚子 开不了会 然后小总就进来 我们就边蹲坑边开会 那会开的 荡气回场 一言难解 你们公司好像允许办公室恋情 为什么呢 哈 这种员工恋爱自由吗 之前是不允许的 后来公司里唯一的女员工走了 就允许了 我觉得它有点问题 恋爱自由吗 我希望哪个员工能跟我谈谈恋爱吗 啊 啊 嘖 真的有点问题 你们公司有甜狗吗 怎么可能 我们可是一家正规的单身狗公司 怎么会有甜狗呢 哎呀 他回我消息了 什么 他回了什么 一起听 傻逼 听到没听到没 他跟着骂我傻逼 哎 他明明是骂着我 哎 请问你们公司的甜狗文化是什么样的呢 哼 请跟我来 这种A级的甜狗 一天24小时盯着手机屏幕 一边等着女生的消息 一边等着秒回女生的消息 在我们公司称之为 能够复兴甜狗 钱 我说钱 这种S级的甜狗 每逢节假日 就会花重金给女生买礼物 有时还会买一对情侣款的礼物 送给女生和女生的线来 也增加一点财 我们称之为 节日拼单型的甜狗 这种SR级的甜狗 就比较有心机了 基本上都是同时 添几个人家里有矿 而且女生对她越凶 她越表演越兴奋 我女生说 待会要带几个人 在公司门口等我 你说 她不愧是想介绍她朋友 给我认识吗 嘿嘿嘿嘿 这种已经甜得神志不清的 我们称之为 金狗门新甜狗 那还有更高级别的甜狗吗 有啊 更高级的就比较变态了 不分性别 贱人就贱 我带你去看看 请跟我来 说我们老板特别严肃 以后你们采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一定要注意安全 我家狗生孩子 我就先走了 哎呀你先走呀 哎呀去 你好有职员反映你们公司对社工人士极不友好 请问有这位是吗 不说 我们是一家有爱的公司 你满足员工的所有心理需求 比如像这位员工 每次他拉死的时候 我 他就是地狱 一看就是便利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打了我的屎皮空间了呢 不可能 我会吹到连这个都看不出来吗 总之 为了让员工拉得更顺畅 在拉的开始 也能感受到来自公司的温暖 你觉得这首歌对你的便利有帮助吗 挺好的呀 就是有时候用力过目 可能会裂开 事实上我已经裂开 生理心理 全面裂开 我这儿有直觉听 有谁要用吗 嗯 你们这儿有什么意思吗 信 Care